这天 王兴把三麻袋玉米搬到牛车上 去表叔家还凉 表婶请他进了客厅 王兴刚坐下 忽然听院子里传来一阵哭声 他抬头一看 只见表叔带着满脸伤痕 哭着向这边走来 表叔名叫张有才 虽说有点抠门 可谓人还算正直 他在德州城开了好几间药铺 生意做得挺大 是个人物 这是谁吃了豹子的 竟把他的脸弄成这个样子 大家好 这里是关山太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王兴忙上前问发生了何事 表叔哽咽一声 问他怎么来了 是不是又来借粮 王兴说 表叔 今年玉米大丰收 我特地来给您还粮呢 说完指了指停在院子里的牛车 表叔点了点头 进了客厅 说道 哎 我为了阻止贾之府举办斗猫赛 不小心惹怒了他 被他动了猫行 接着 表叔说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贾之府从小就喜欢猫 当官后亦是如此 去年的一天 有个外地客商献给他一只猫 这只猫比普通成年猫大两三倍 全身共有红黄蓝三种花色 四只粗壮 世间罕见 据说它是西域品种 自小就受到了良好的训练 对主人百依百顺 而对外却冷酷无情 以彰显对主人的忠诚 这只猫相当通人性 在贾之府累了时 他叼着木锤给他锤腿锤背 在贾之府不高兴时 他就卖弄疯资 翻滚跳跃 逗得贾之府府长欢笑 贾之府不但特批这只猫 晚上跟他睡一个被窝 还根据他的姓氏和猫身上的花色 给爱猫取名为贾三花 贾之府喜欢猫无可非议 可是后来 他竟利用这只猫的优点 做起了文章 于是 从去年开始 他就张罗着举办斗猫赛 受邀者除了达官显贵 就是地主富豪 当时人们不知情 乐呵呵地抱着自己的猫 交了百两银子的参赛费 踊跃参加 结果几项比赛下来 贾三花得了冠军 不但猫得到了纯金奖牌 那些参赛费 也大多入了贾之府的腰包 张友才今年再次受邀 他去年搭上了银子 今年可不想再吃亏 于是鼓动大伙儿都别参赛 奇料这是传到了贾之府耳朵里 他恼怒地问张友才为何破坏比赛 张友才喝了酒 醉熏熏地说 贾大人 谁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你家的猫又肥又大 我们的猫怎么比得过它 你让我们参赛 这不是明摆着叫我们干赔钱吗 贾之府大怒 拍着桌子激动地说 猫不仅仅是宠物 更是咱老百姓的得力助手 如果没有猫 老鼠就会猖獗 然后把辛辛苦苦收获的粮食都吃掉 举办斗猫赛 是为了倡导大家都爱护猫 张友才竟然污蔑本官 岂有不乏之理 贾之府一番话 吓得在场的人都不敢言语了 为了杀鸡儆猴 贾之府吹了一声口哨 贾三花就从外面颠颠地跑了进来 贾之府指着张友才说 三花给他动猫形 贾三花便撇下着眼睛 向张友才大摇大摆地走来 猫形是贾之府自创的刑罚手段 今天给我用 就是为了让我丢脸 表叔说 猫形共分三种 一是板形 二是抓形 三是扯形 施板形时 桌子上放了一块两尺长半 尺宽的敲敲板 张友才的脸 放在离敲敲板沉下的那端意志多高 贾三花失行习惯了 他凶巴巴地瞪着张友才 猛地跳到敲敲板的另一端 惊他一压 沉下的那端木板便骤然抬起 他的一声拍在张友才的脸上 经过贾三花三十次的蹦跳 张友才的脸肿了 所谓抓形 就是让张友才站在板凳上 猫从地面一跃而起 伸开爪子抓他的脸 贾三花的爪子锋利无比 仅抓了一次 张友才就疼得受不了了 慌忙求饶 贾之府听他说 愿意拿十倍的参赛费 这才让贾三花停止 王兴大惊道 这贾之府真是太狠了 如此一来 表叔要拿千两银子参赛了 是啊 据说扯形是用木夹子 夹在兽形人的耳朵 嘴唇和鼻子上 让那猫突然奔跑 扯那木夹子上的绳子 如此一来 疼痛非常 我虽然不缺钱 可这千两银子也不是小树木 我家养的那只猫叫阿皇 跟只府家的猫比起来毫无胜算 银子交上去等于白扔 表叔我在德州城也算个人物 如今当众受了猫刑 以后还怎么见人啊 王兴听后有些酸楚 他去年没饭吃 是表叔借给粮食渡过了难关 如果没有表叔 他可能饿死了 王兴灵机一动 想到了一个人 当下说道 表叔 我要为你挽回面子 王兴说 我现在还不能确定 但是那个家伙如果肯出手 我想可以赢 今天您有空吗 我带您去见他 我这个样子怎么出门 你自己去吧 表叔摇了摇头 王兴听了这话 卸下玉米 赶着车离开了表叔家 王兴来到了村里的药王庙 见四下无人 王兴喊道 老懒 你在吗 连喊了几声 从药王神像后面 走出一个不到半人高的小老头 小老头打着哈欠问 王兴 我都不饿搞了 你不会还来数落我吧 王兴说 老懒 我不是来数落你的 我是来找你帮忙的 王兴说 其实是我表叔的事 他要参加斗猫赛 靠自己无法取胜 所以我想请你帮忙 我不 我什么人的事都不想管 我要睡觉呢 小老头说完转身就走 王兴却抓住他说 老懒 之前你恶搞 害我从一个闲不住的人 变成了懒汉 媳妇差点跟我分手 我荒废了田地 粮食颗粒无收 是表叔借给我粮食 让我渡过难关 虽然后来你让我又恢复了勤勉 可还是给我造成了伤害 当初如果没有表叔帮助 我可能就饿死了 表叔是我的恩人 当初你说过以后 如果能帮我 一定会帮 难道你要反悔 我当然不会反悔 好吧 那我就同意帮助你们 小老头说 王兴听表叔说 逗猫赛共分三个环节 一是跳高 二是不输 三是才艺 小老头听后说 好麻烦啊 这样一来 岂不是我大半天不能睡觉 你别发怵 没事的时候你就睡觉 该你上场的时候 你醒来不就行了 王兴说 过了两天 表叔来找王兴了 问他所说的办法到底是什么 王兴说 表叔 我带你去见一个人吧 张友才随王兴来到要王庙 王兴喊了半天 那个小老头才出现 张友才一看这小老头 还没有他的腿高 失望地说 王兴 你在逗我吧 这个矮子能帮我什么 小老头一听生气了 你这人 我爱难道就没有本事吗 小老头听他这么说 心情好了点儿 便拍着胸脯说 我名叫懒虫 因为辈分高年纪大 大家都叫我老懒 我如果愿意一直睡下去 可以一睡百年 我只要吐你点儿口水 也能让你全身困倦 懒金儿横生 我妈还能飞天入地 小老头还没说完 张友才就听不下去了 喊道 停 你能飞天入地 还能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吧 你把自己当神仙呢 接着又批评起王兴来 侄子啊 我以为你真能帮我 就专程来找你 可你竟给我找这么个吹牛的家伙 算了吧 我走了 说完扬长而去 小老头说 王兴 你表叔真是狗眼看人低 我说我的本事他却不信 这样正好 我还不伺候他呢 别啊 王兴说 你不要怪我表叔 他看到你个子太矮才误解的 你如果真的走了 你就在他心里真是吹牛了 为了证明自己 也要拿出本事来赢了那只猫 小老头想了想说 好 我就跟那只猫斗一次 也好让你表叔知道我的本事 斗猫赛的场地 设在府衙外的空地上 围栏以及主台 由厚实木板和圆木搭成 上面刷了红油漆 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喜庆 七天之后 斗猫赛如期举行 贾之府在斗猫台上 说 父老乡亲们 斗猫赛今天就要开始了 斗猫赛先由评审 对参赛者进行初选 前十名进入总决赛 总决赛共分三个项目 一是跳高 二是不输 三是才艺 比赛将根据三个项目的总成绩 进行打分 排名前三的猫 依次获赠金银铜牌 它的主人 也将获得不同金额的赏赢 为了鼓励猫咪们有个好成绩 本官特准备了德州爬击 比赛结束之后 它们都可以美美地吃一顿 在一片叫好声中 168只参赛猫 由主人抱着亮了下 经过一系列初选 甲三花和阿黄等十只猫 进入了决赛 甲之斧敲了一声铜锣 斗猫赛开始了 甲三花果然与众不同 首先登场的它 朝着台下的观众点了点头 然后大摇大摆地来到跳高赶前 伸腰撑腿做起了赛前准备 张友才无精打采地看着台上 王兴走到他身前 张友才一看他自己来的 就问 你不是说那小老头如何了得吗 怎么不见他来 王兴道 表叔他也来了 只不过他不想让人发现 便隐身到我耳朵里 他说了 在甲三花跳高时 他会使个手段 张友才扑斥一声笑了 侄子啊 你真是能闹 竟说出这种话来 就在这时 甲三花助跑之后 一个鲤鱼月龙门 就跳过了一丈高的高杆 引来观众阵阵惊呼 张友才说 侄子 你不是说那小老头 会让甲三花失败吗 你看到没 甲三花跳得多么高 王兴脸红了 他急忙捏着耳朵低声喊 老懒 你不是说要让甲三花败吗 怎么结果会是这样 喊了半天 他才听到小老头抱歉的回答 哎呀 我刚才睡着了 后面的比赛 我会帮你的 张友才没听到小老头的话 就说 你别演戏了 那个小老头根本没来 就知道吹牛 这话被小老头听到了 他气得从王兴耳朵里跳了出来 说道 我老懒本来不愿管你这闲事 你竟然瞧不起我 如今我就让你看看我的本事 小老头突然出现在眼前 把张友才吓了一跳 他不敢相信地看着小老头 第一轮比赛 共有六只猫跳过高杆 甲三花以最美的姿势 和最高的高度夺得第一 让张友才开心的是 他的猫阿皇也在其中 第二轮捕鼠项目开始 参赛猫被放进了一个半米高的围栏里 下人们拿着装有几十只大老鼠的铁笼 准备倒进围栏 此项比赛正是考验猫的捕鼠能力 拿着猫抓到老鼠多便获得高分 这些猫一看到老鼠就红了眼 尤其甲三花 在围栏里上蹿下跳 喉咙里发出比猫叫春还难听的叫声 看样子他等不及了 随着一声令下 铁笼被打开 老鼠被倒进了围栏里 王兴问小老头接下来怎么办 小老头说 看我的吧 接着他双腿一跳 如离弦之剑 变成一道光 飞到了被甲三花围追的老鼠身上 本来甲三花已经将老鼠按在了爪下 谁知自从小老头上了老鼠身后 那老鼠忽然勇猛起来 他伸出爪子 飞快地挠了甲三花的鼻尖 甲三花吃痛之后停顿的片刻 那老鼠忽然全身扭动 正脱了猫爪子 然后静跳跃起来撕咬甲三花 甲三花还没见过如此勇猛的老鼠 他也使出全部解数抓鼠 可老鼠十分皎洁 静一下钻进甲三花当下 冲着他的要害狠狠咬了一口 甲三花痛得一蹦三尺高 落地之后 受伤部位流血了 甲三花不想让主人失望 他更不愿意失败 岂料那老鼠越战越勇 竟跳到了他的脊背上 叼住了他的皮肉 任甲三花怎么扭曲身体 那老鼠就是不松口 疼得甲三花这里钻那里跑 别的猫都已制服好几只老鼠了 甲三花却被那老鼠折磨的 拉出了一泡屎尿 甲之府看着爱猫被老鼠弄成这个样子 既心疼又失望 他紧急叫停比赛 甲三花以最差成绩垫了底 比赛一停 小老头就离开了那只老鼠的身体 去了阿黄身体 不一会儿 那只老鼠被阿黄抓住咬死了 甲三花在甲之府怀里受了训斥 如同做错事的孩子 瞇着眼睛不敢出大气 后面还有一轮才艺比赛 这一环节也是甲三花的拿手好戏 比赛开始了 参赛猫各拿出看家本领 可是它们毕竟都是普通的家猫 除了走走猫步 就是两腿走路这类的简单才艺 而甲三花才艺却挺多 它能根据体板上的数字 叫出相应的声音 还有口雕所纳吹出曲子的本领 甲之府把甲三花的才艺宣布之后 甲三花来到了台上 它在体板上写出了一个数字 可甲三花不但没有叫出相应的声音 还身上有了狮子一样 在地上啃起了四肢和肚子上的皮毛 甲之府急得喊 快点叫啊 喊了半天 甲三花只顾着自己抓养 对甲之府的喊话充耳不闻 引得看客们一阵哄笑 接下来 甲之府又把一只锁闹 塞到了甲三花嘴里 甲三花鼓着腮帮子吹了半天 却毫无声音 看客们哈哈大笑起来 甲之府 你的猫就是这才艺吗 甲之府听后红了脸 最后到了阿黄施展才艺 张友才对他最了解 阿黄没什么才艺 他训练了他好长时间 他只学会了双前腿倒立行走 阿黄开始施展才艺了 只见他前腿倒立行走着 忽然一个接一个地翻起了跟头 翻了几十个之后 才稳稳地站在地上 接着紧用后腿着地 学着人的样子走路 滑稽好玩的样子 引得人们热烈鼓掌 然后他又抱着那唢呐 吹了一首白鸟嘲讽的曲子 最后阿黄赢得了最高分 综合所有成绩 阿黄赢得了冠军 而甲三花却得了倒数第一 甲之府丢尽了脸 甲三花捏头捏脑地 来找甲之府认罪 却被恼羞成怒的甲之府 一脚给踢下了斗猫台 摔穴了腿 张友才抱着阿黄开心极了 赞赏道 阿黄呀 你真是太棒了 你竟然瞒着我学了这么多才艺 谁知这时 那小老头突然从猫耳朵里钻出来说 你真以为你的猫这么厉害呢 其实是我支配着它的身体 完成所有动作 并且吹了唢呐 后面这两轮如果没有我 你的猫能取胜 就在这时 随着一阵骚乱 一群官兵涌上来竟然抓了甲之府 紧接着 本省的赵寻福走上了斗猫台 朗声道 大家不必慌张 我早前得到证据 贾之府为了敛才没少干坏事 在这斗猫赛进行之际 本官查抄了他的家 果然发现很多脏银和名贵珠宝字画 贾之府 你本是穷人出身 你家的金银珠宝从哪里来 贾之府心虚 一时雨色 随着赵寻福一声令下 贾之府被带到了囚车上 赵寻福说 据我所知 所谓的斗猫赛 不过是贾之府敛财的一个手段 这个斗猫赛毫无意义 所有参赛者取回自己的银子 各回各家吧 张有才抱着猫 带着王心和小老头回了家 张有才请小老头上座 说 我真是有眼无珠 之前对您多有得罪 还请见谅 不过 请问您是何方神圣 竟如此了得 王心这才说道 表叔 你还记得我以前突然变懒的是吧 见表叔点头 王心说 小老头其实不是人类 而是世间精灵 人们常说的懒虫就是他们族类 懒虫天性其懒 爱睡觉 两年前的一天 老懒见王心特别勤奋 就搞了一个恶作剧 在王心的茶水里打了个喷嚏 王心喝了水以后 就变成了一个懒汉 每天不干活就知道睡觉 老婆为此差点跟他离了婚 他也受到了村里人嘲笑 庄稼没有收成 就造成了王心来表叔家借粮食 老懒睡了一个大觉便是一年后了 他发现王心因为自己变成这样 感觉很对不起他 就给他解除了懒病 并且答应日后如有困难 他可以帮助王心 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了 张有才听得连连称奇 然后热情款待了王心和老懒 甲之斧被绳之依法了 他的猫甲三花由于上次比赛受了打击 整天粘头粘脑的不敢见人 躲在田里捕鼠度日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